乡亲放鞭炮 迎接准高雄市长陈其迈车队 扫机卸票行程8月18号落幕 陈其迈19号起闭关 筹足小内阁 下周一走马上任 希望迈内阁全数上攻 现任高雄市代理市长杨明舟 去留受到讨论 杨明舟口风很紧 传出已经确定留任 只是职位还没拍板 倒是陈其迈透露副手条件 其中一名副市长聚交通专长 外界指向交通部次长王国才 王国才在高市府服务过7年 对高雄建设相当熟悉 也被视为高雄帮 而在陈其迈竞选期间 担任总指挥的余政县 出身县区且具行政经理 绿营视为一张好牌 8月初刚回归高一的 前卫府部次长何启功 也有人举荐 目前台面上人选 唯独王国才仍在中央 这项的问题是苏院长的问题 不过我没有听说过这个了 但是我们的人才 我们都会做最好的安排 总统笑了 借降得隔魁点头才可以 陈其迈启动征询 喊出提升小内阁女性比例 副手渴望有女性出任 前台南市副市长王石思 基隆市观光处长曾滋文 都被点名 没有 要担任陈其迈的副手 没有啦 真的没有吗 没有没有 高雄观光局长外传也找女性出马 前华旅董事长周灵问 前高雄市议员林盈蓉 都有机会出现 卖市府的第一步 得先完成人事拼图 记者黄家伟 邵玉敏 SNG小组台北高雄报道